一 二 三 二 三 慢点啊 撞我地 撞我地 我们的慰言就去接触 赶快又展开了 如何帮助 可是他抱着要死的心态 都不愿意接受 还是要用耐心 爱心不断地抚慰 还要呢 为他天天熬作啊 来充分地营养 帮他喂食 说了很多好话 他才肯开口同心 天长那天就说南瓜 南瓜根 彭叶向委员说 假如你是我的妈妈 多好啊 这都是 他从小没有过母爱 出生就被丢掉 养父母又是这样的生态的家庭 他没有得过爱 尤其是父母爱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心灵依靠啊 还跟着王基寺说 师兄就不要 不要放弃我 你要管我啊 管你啊 你看我们一大医院 一大二院都去了几回了 怎么又到家里来了 这一群菩萨 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啦 人间菩萨 罢苦 罢众生苦难 多么多么危险啊